大愛蘭的旁邊最後一棵就是羽多樹 羽多樹呢開的花就像混鋪花 跟銀河花很相似 花濕很長 上端是很藍很紅的 然後它也是應該是 夏天到秋天開花 可是最近我看到還有花 很奇怪 然後特別是它的葉子 它是寒羞科 可是它不是你摸它會遇核 不是 是晚上很晚的時候 遇到花風下雨要暗的時候它會閉 有人說它晚上睡覺 其實它睡覺就是睡眠運動 它是保護作用 它把水會鎖在裡面 所以當天亮的時候 葉子張開的時候 它水就會滴下來 像下雨一樣 所以英文就叫Rentree Rentree 叫雨樹